大家好,我是番茄妈妈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 如何做碗仔翅 记得小时候 放学会和同学一起去吃碗仔翅 一碗碗仔翅 可以勾起很多人的童年回忆 碗仔翅在香港是很普遍的街头小食 而在新加坡都很受当地人的欢迎 我的新加坡朋友告诉我 可以在帕森麦林找到碗仔翅 帕森麦林不是在一个固定的街道上 而是流动的市场 它出现在不同的地点和没有固定的时间 这里就是其中六款 帕森麦林受欢迎的街头小食 但是由于疫情的关系 现在就没有开放 而另一方面 这里就是香港最受欢迎的六款街头小食 刚刚两个地方都有碗仔翅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做碗仔翅 今天的材料有这些 这里有瘦肉150克是新鲜的 冬菇三只 黑木耳丝 这些鲜的小鲜 西红柿 中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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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粉 和清雞湯 先浸冬菇浸至軟身備用 記得留下冬菇水 然後把冬菇切定 然後把冬菇切成幼絲 大概切成這樣就可以了 我用黑木耳絲 不用切 用水浸軟 然後備用 好了 現在就煮了豬肉 煮滾之後就轉小火煮熟 現在把煮熟的豬肉撕成絲 如果可以的話就弄到它細條一點 這樣就會更美味 就好像這樣 現在把粉絲浸20分鐘 浸好了 然後用剪刀剪碎它 浸軟些瑤柱 把它撕成一條條 現在發定一隻雞蛋 放入馬蹄粉 開定馬蹄粉水 稍後賣芡用 將三湯匙的水 和25克的馬蹄粉 拌勻 備用 熱鍋 熱鍋落油 爆香的紅蔥頭 蒜頭和薑 爆香的紅蔥頭 蒜頭和薑 還有250毫升 煮它5分鐘 現在拿回乾蔥頭 蒜頭和薑 然後加入黑木耳絲 然後加入黑木耳絲 肉絲 冬菇絲 和瑤柱絲 煮它10分鐘 過了10分鐘 現在放一些粉絲 再煮多它3分鐘 現在放少少老抽 記得放少少就夠了 攪勻它 我覺得這個顏色差不多了 現在可以放少少的糖 少少的鹽 現在用小火準備打芡 攪起粉 逐點逐點放下去 千萬不要心急 調到自己喜歡的結度 好 嗯 我覺得現在差不多了 關火 然後把蛋漿慢慢放下去 又是慢慢慢慢放下去 不要心急 好 這個香粉粉的碗仔絲就做好了 吃的時候 我就很喜歡加多少少的胡椒粉 和麻油 讓它更香 更加酸 再加上折醋 讓它酸酸的 吃的時候 我心裡感到莫名的興奮 因為我已經有一段時間 沒有吃過碗仔翅了 這個碗仔翅很好吃 可以吃到新鮮的豬肉絲 還有很香的冬菇 和瑤柱味 你也可以嘗試在家製的 今天的分享就差不多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你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